夏天的高温可能对人体构成危险 高温也令每个家庭面对一个难题 钱到底要花在哪里 空调还是生活必需品 例如食品和医疗 大约27%的美国家庭 为负担家居能源费用和生活开支而烦恼 但现在有救了 40多年来低收入家居能源补助计划 又称LiHEAP帮助很多家庭和个人分摊能源开支 令室内保持舒适温度 是乎你居住的地段 LiHEAP可以为你家居室内温度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 为你家居室内温度外 LiHEAP亦可以用作装置或维修空调 购置发电机 简单维修家居供电设施 重新铺设供电系统等等 LiHEAP一一为你办到 为减低高温带来的风险 和室内温度过高 对家庭和个人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LiHEAP每年为90万个家庭 提供消暑和沿下危机支援 帮助他们保持室内气温更安全 更凉快 更健康 如有需要能源开支补助 可浏览网址 energyhelp.us 或致电1-866-674-632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